那人那生那身共闻 一朝踏入小鎮 听风听月听惊复阵 命运为爱我们 你且看岁月问梦 悔念你付诸半生 红墙下空流云人 等夜深 等永恒 若是见风云涌天下流亡 我随你通往 过千山 心弯将我爬满 幻莫伤化在岸 爱与恨 太凌润 千康聚散 从你幸运为胆 春秋长 终能与你浪迹红尘 一旦 你的主子 现在求着要跟我合作 你觉得她会因为一个耳目 而得罪我们忽兰吗 苏清儿 你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起 豫章王府有任何风吹草动 必须立马想办法与回报 送之一战 我要你做什么 你就给我乖乖地做什么 否则不得你的主子不开心 唯一这身份又是也暴露了 府里府外我都让你活不了 王子 末将方才已经确认 豫章王妃身边的那个侍女 正是大成皇后所说的那个见者 苏清儿 末将已经与她取得了联系 怎么样 不过一个涉事未深的丫头骗子 末将只是吓唬了一下 她便老老实实 服服帖帖 即便咱们与大成皇后合作 也要尽量做到 一切在咱们掌握 王子放心 不过一个女人而已 末将不会出什么 记住 永远不要小瞧女人 末将知道了 末将告退 末将告退 这几日 你与庞鬼需要陪我再出一次府 再见一次贺兰箴 锦儿 刚才到现在 你一直恍恍惚惚的 我说什么你都听不到 王妃说什么 我说你要陪我再去见一次贺兰箴 贺兰箴 你怎么了 王妃 王妃 锦儿害怕 怕什么 怕 锦儿只要一想到 那些忽兰人 当着我的面 把王妃劫走了 我们才有今天的变故 我 也是 灰州一事 你就在眼前 肯定是吓坏了 王妃 我们能不能不要去找那些忽兰人 锦儿真的不想见到他们 我都明白 可是 此事只能你陪着我 徐姑姑心事中 若她相陪 恐怕 还会生出其他的时段 玉秀和阿月都不知道此事 所以 就委屈你了 静儿知道了 这大城的女人还真是香甜啊 怎么着 怎么着 生怕有人不知道你是大城皇后 安插在豫章王府的眼线吗 我就是想像你这样 外表温顺 内心却不安分的女人 不知 弃店 穿上 不知 准备 不知 不知 皇儿 母后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皇儿 没想到 皇儿登基以后 一改当太子时候的浮躁行事 勤勤恳恳地操劳国事 我好生欣慰 谢谢母后 方才我看到你 愁眉不展 爱生叹气 可是遇到了难事 北帝刚刚与忽兰签了盟约 暂无征战之忧 可这南边 南边又大发水患 儿子的心里确实有些烦躁 母后此来 正是为了这件事 母后有办法 我想要皇儿指派两个人 前往江南治水 母后指的是 宿尔和豫章王麾下的将军 宋怀恩 母后 治水乃是异国之众 国之大事 非同儿戏 不是儿臣不孝 是您指派的这两个人 一个寒门武将 一个顽固世子 从来就没有治过水 没有经验 何以堪刺重燃 更何况 更何况 王宿是舅舅的儿子 那阿妩 也是你舅舅的亲生女儿 在你的心里 你也曾对她有过芥蒂 阿妩不一样 要说不一样 那就是 她现在不仅是王室的女儿 更是豫章王的妻子 太医 我府中的灵儿怎样 启禀皇后殿下 从目前的脉象来看 寸脉沉顿 只脉福而无力 臣建议 皇后在生产之前 切莫劳心劳力 定要多加休息啊 太医此话 是怕我的孩子 有不足之症 依臣之见 确有这样的可能 不过 皇后殿下 也莫担心 如今的月份 并不算大 臣开些药方 皇后殿下 可每日按时服下 要紧的是 皇后殿下 定不可劳力费心 否则 小皇子诞下 只怕身子 也很雷弱呀 好 我定会遵太医嘱咐 太医嘱咐 无论如何 一定要保我的孩子无恙 臣定竭尽所能 有劳太医了 微臣告退 母后 皇儿总觉得 母后袒护母族 可是你别忘了 是谁涉局 借力豫章王 亲手为你铲除了旧父 是母后 所以皇儿当明白 母后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皇儿拟了江山 母后问你 现在最要紧的大事 是什么 战乱与水患 错 乃是豫章王 这天下刚刚太平 现在离不得豫章王 除了皇帝 这天下没有缺谁不可 皇儿 你要明白 连你舅父多年之力 都抵不过这个豫章王 如今 他在京中根基尚浅 若任其发展 假以时日 必后患无穷 母后的意思是 今日上朝 温相建议薛兵 不错 众臣负义不少 那 正是我的意思 母后 豫章王 提拔了不少韩族 若再不压制 只怕是要变天了 所以 我让皇帝 指纳宋怀恩 于肃尔 共赴江南治水 然后再找到机会 将豫章王一击致命 这才是你 巩固政权的重重之重 杀了豫章王阿妩怎么办啊 还有知道该怎么做的 大王 今日你不在 王氏的倩儿小姐和薛夫人 住进了府里 这样的事情 王妃知道就好了 王妃今日怎样 与往常一样 只是 怎么了 今日忽郎的将军 就是上次为王妃献上 忽兰制宝的那个 又来求见王妃 到这儿了 大王 有表小姐和薛夫人在 今日的夜孙 败在何处 去问王妃吧 她愿意败在哪里 就败在哪里 是 大王 请薛夫人和倩儿小姐 前去用膳 知道了 夫人 请你去用膳 请你去用膳 大王可在 回禀薛夫人 大王已经回府了 知道了 我和倩儿稍后便到 是 夫人 母亲 母亲 倩儿 母亲 给倩儿选身衣裳吧 这几日总是哭哭啼啼的 丑死了 倩儿 如此正好 莫要再收拾了 为什么 母亲不是说 要想方设法 让豫章王注意到倩儿 王儇的滋容 母亲又不是不知 若是不好好装扮 豫章王又怎会看得到我 谁让你和王儇比美的 倩儿 你还小 不懂得男人的行思 特别像豫章王这样的武将 最联系娇弱的美人 一会儿在桌前 倩儿定要记得 示弱 倩儿知道了 那走吧 这次婶婶和倩儿妹妹来府中做客 或许会多留几日 多谢豫章王备薪款待 给大王和王妃添麻烦了 婶婶别心外都是四季儿人 不客气 今日太后召我觐见 说是想要怀恩 陪着世子去江南治水 哥哥对治水颇有心得 如今有如此良机 倒真是件好事 姐夫和姐姐恩爱有加 倩儿真是羡慕 倩儿 你快多吃点 大王 胡将军宋将军到了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你们慢吃 大王 你不吃饭了吗 你们吃 你们吃 我们吃 我都习惯了 我都习惯了 大王 这桥金究竟是什么意思 过河山桥吗 对 大王 他们想干什么呀 没有咱们宁朔军 没有大王你 朔河一北三百里 谁管 功劳越大 人家就越是想灭掉咱们 他们从骨子里 根本就瞧不起咱们 没有我们在那边 给他们镇守边关 能在京城 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大王 您一句话 咱们几十万弟兄 我不信就让他们 这么欺负了 如果这也是皇帝的意思呢 大王 那咱们究竟该怎么办 总不能就这样 让人拿捏在割吧 太后今日召见我 跟我说了一件事 我不是为了学兵权 无关兵权 但是有关于你 我 不测 母亲 他们俩看起来那么恩爱 这可不好办了 这过几日皇帝的册封输下来 就来不及了 是啊 母亲也着急着呢 得找你和豫章王 单独相处的机会 这多两日 太后 想让你和王宿一起 共赴江南治水 王妃的兄长 她可是个丰仁公子 如何担得起治水大人 大王 太后 太后这葫芦里卖什么药啊 王廷虽然谋反失败 可太后毕竟是王室之女 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王室就此落败 可王宿是前丞相之子 太后难道就不担心吗 王室一个纹固子弟 不问正事 至少在当下 后还无需当心 咱不妄议吧 且看看 他们还有没有后招 那大王的意思 末将到底开不开去 江南水患 乃是国之大难 百姓流离失所 生灵涂炭 我原也以为 那王室只是个花花公子 直到我看了他写的治水册 洋洋洒洒 绝非夸夸其谈 说不定真能有所建树 也是天下百姓之福 只不过 怀恩啊 这一去 除了水患 流民 瘟疫之外 你还要特别当心 人心叵测 怀恩 谨记 那怀恩和玉舅姑娘的婚事 该怎么办啊 废话 选个黄道吉日 都不能让怀恩走之前 连美人都抱不上吧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走之前 把你和玉秀的婚事办了 到时候 咱们不醉不归 好了 都要做将军夫人了 以后啊 不许你再给我绣剪指甲了 就是因为要嫁人了 日后伺候王妃的机会少了 才想要多伺候您几日 我怎么觉得 你跟宋将军订婚之后 反而笑容比以前少了 王妃 说心里话 玉秀不过是个吓人 您帮我圆梦 给了我配得上宋将军的身份 可是我总觉得 这一切都不该属于我 所以心里有些彷徨 你就是个傻丫头 想那么多干嘛 宋将军若是嫌弃你 怎么会战争找我来提琴 再说了 他也是寒门出身 你何必作践自己 可是 宋将军 从未说过 他也喜欢我 男人多半如此 做得多说得少 王妃说得是 也就明白了 是 大王 大王换婢子有何事 再过几日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不用再自成婢子了 多谢大王 真好 怀恩有福气啊 在过些日子 他就要随着江夏王 去江南治水了 我想让你们尽快成亲 不是说江南水患 导致瘟疫频发 那宋教授 不用担心 怀恩随我出生如此多年 能争善战 石头猛虎 他不会有事的 我只是想 看着你们早日成亲 早些生下个大胖小子来 大王 大王 玉秀知道了 好 去忙吧 请 请 给豫章王府喝喜了 同喜同喜同喜 快去禀报 是 请请请 请 王妃 连这几日了你都吃得这么少 王妃 听说倩儿小姐又在哭呢 要死不活的 王妃为此已经找过皇帝陛下了 会有结果的 此路走不通 我还在想办法 王妃 王妃 管家差人来报 说是宫里头来了内侍 奉旨宣诏 宣诏 宣诏 正是 王妃 是册封倩儿小姐 王妃 怎么会那么快呢 你过来 这外面的身影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禀薛夫人 是皇宫来传圣旨了 圣旨 夫人 不好了夫人 夫人不好了夫人 夫人 怎么回事 快去看看倩儿小姐 小姐她不见了 快 快 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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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还在这儿呢 我 我不知道 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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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母亲 他们 他们是来抓我的吗 他们不是来抓你的 不是 母 母亲 骗我 不是 母亲没骗你 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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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母亲身边 倩儿 就在母亲身边 小奴拜见豫章王妃 不必多礼 启禀王妃 小奴 仅特意来豫章王府 不知道玉秀姑娘是哪位 婢子便是 姑娘 请 请 听旨 告令 见 沈氏玉秀 于危难之中 舍身救主 忠心护驾之功 忠义之情 天地可见 豫章王敢念其护驾有功 特准 特准 豫章王奏请 收其为义妹 赐名 萧玉秀 赐驾 宁远将军宋怀恩 家风 告命 大婚于十日后 举行 名语 萧玉秀 撤西告令 公尊圣意 公尊圣意 恭贺玉秀姑娘和宋将军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告命夫人的礼官太后和皇帝赏赐的金银珠宝 零罗绸缎一起送到 小奴告退 且慢 刘管家 在 取喜钱 送喜之人见者有犯 是 王妃 小的们 谢王妃 告退 恭喜玉秀姐姐 玉秀姐姐现在是玉秀小姐了 再过十日你就是将军夫人了 女业龙门一生富贵 我们玉秀姑娘天生就是富贵命 第一次贵声 叶秀莫军王妃宸圈 大恩大德 莫持不望 你快起来 傻丫头 这么大的喜事哭什么 我是真心为你开心 不过 不过 从现在起 你我的主仆缘分就算尽了 但是 我们永远情同姐妹 我会为玉秀备一份大礼 让你风风光光地出嫁 爹姐 爹 玉秀不想离开姐姐 玉秀永远是姐姐的婢子 你都把我弄哭了 我的好玉秀 你愿在我心里 但是说得好 好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贺兰箴从那么大老远赶来 与安平王在此地密会 原以为安平王与我一样期待此次结盟 如此看来恐怕是我一厢情愿了 不过是个没有实权的王 连回个京城都偷偷摸摸的 还敢跟我们王子摆脸色 放肆 这里是大城的地盘 再敢对安平王不敬 休怪我的无礼 罢了 忽兰王子 请回吧 小王失礼 你我这一次联手结盟 话看算了吧 安平王只身犯险从皇陵赶回来 我猜不是为了跟我说这么一句算了吧 剑在贤上临阵脱逃 总该给我一个理由吧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 自从见到你之后我才知道 我实在无法与伤害过阿妩的人 联手合作 姚依森 原来是为了她呀 说来也怪 向来皇帝册封止婚到大婚 少说也有几个月 怎么这一次慌里慌张 十天后便要成亲 想来是皇帝和太后 知道玉秀姐姐对宋将军的心思 怕她呀等不及了 阿月 记下书 阿月说的倒也没错 或许啊是皇帝太后 体谅宋将军 让你们提前圆了房 我听大王说 再过半个月 哥哥和宋将军就要去江南治水了 王妃 你说 世子要去治水 是啊 不行 王妃 江南水患 常有瘟疫爆发 人一旦染了病 均无药可医 染病之人 唯有等死 王妃 一定要想办法拦住宋哥 危险肯定是有的 不过 我是不会阻拦她的 王妃 长公主 生前多次对我说 要我好好照顾你们 苏哥自小 没受过泪吃过苦 万一在那儿 有个三长两短 我该如何面对过去的长公主 我 徐姑姑 你先别急 随我来 我早就听说安平王与豫章王妃曾经有一段青梅之情 如今看来果然不假 这豫章王妃真是好福气啊 尽有豫章王护花 原有安平王 愿意为了她取消与我一本万利的合作 我是该说安平王痴心还是该说豫章王妃多情啊 放肆 别急 安平王 你能不能平心尽弃 让我把话说完 若是我说完了 你还是无法回心转意 贺兰箴二话不说 马上就走 就当今天是来叱咤商景 是我贺兰箴不敬 说句不该说的 假如此时此刻 執掌大成天下的是你安平王 那么夺回心中佳人 岂不是一无反掌 安平王方才说 安平王方才说 我曾伤害过豫章王妃 也不尽人 实不相瞒 在贺兰箴眼中 这豫章王妃 却是个不凡的女子 我也不忍心伤她 昏兰王子此言 莫不是对王妃有非分之想 安平王多虑了 如此最后 我既选择与你合作结盟 自然知道进退分寸 这一点 安平王不必担心 我尚有一疑问 还望忽兰王子为我解答 安平王但说无妨 不 如你所说 我已不是先帝 最宠爱的三皇子殿下 甚至落魄到连京城也回不得 这样的我 与你还有何用 要除掉豫章王 当然绕不过豫章王妃 你是这世上最了解豫章王妃的人了吧 为了杀豫章王 你倒是费尽了心思 这话不假 他不死 我不休 徐姑姑 你可记得这是什么 当然记得 这是肃哥绘制的制水册 几年前肃哥随你叔父巡视江南 看到百姓琉璃心有不仁 回京后查阅大量资料 并结合勘测 耗费心血 制作册子 上奏朝廷 家主 却把他荡儿戏 当便私毁扔在地上 那日哥哥把自己关在屋里 三天三夜没有出门 在所有人眼中 甚至我们的父母亲 他终日花天酒地 不思进去 可我却知道 他有自己的包袱 只是无地施展 这些宝贝 我一直保存着 他们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我当尽我全力 助你杀死豫章王 好 可是安平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我会让他死 却不会让他死得那么容易 此话何意 死多简单 只不过是痛苦一瞬 可是他与我却有沙母断壁之仇 我怎么会让他草草一死了之呢 战神 即便他是真神 我也会让他卸下所有荣耀 看着他最真实的一切 在眼前灰飞烟灭 然后屈辱而往 别忘了你答应过的 不会伤害王宣分毫 那是自然 安平王心中所想 也正是贺兰针心中所谋划的 是想 若是让豫章王眼睁睁看着他最心爱的女人 回到安平王的怀抱 于他来说 当然是奇耻大辱 他大概连死都不会瞑目吧 除了萧綦的命 我还要一样东西 你亦要助我 安平王要的是 天相 婢子就是气不过 一个卑贱的夏女 倒让宫里倾下圣旨 山际便凤凰 参见王妃 免礼 薛夫人和倩儿如何 回禀王妃 方才倩儿小姐听说宫里头来人了 又是哭闹了一番 我们家夫人正在里面劝说呢 参见王妃 免礼 倩儿怎样了 被吓坏了 我赶回来的时候啊 她正缩在窗子边上哭 看见我就说 母亲都是宫里来人 要把我送到忽兰去 我这个当母亲的心都碎了 恨不得能替她承受一切 王妃每日都来看我们母女二人 也是费心了 叩见王妃 倩儿 倩儿 阿妩姐姐 倩儿 倩儿不想去胡来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姐姐 你救救倩儿好不好 救救倩儿吧 倩儿 我一直在想办法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尽力 为空泪雨 沾湿你灵花 时间追逐远去的容骂 若思念上勇雅 为何刻在天下 泪可奇情难加 听风哭哭 如千丈杯架 梦中一念你笑颜如花 此曲线已怒骂 归来因你温雅 心难这方 咱们再逃遍 当不下 等沙海 喜尽了千花 于你花 千月下 因为你 此生才不受 繁华 等云海 风烟淡化 天涯尽出归家 我们再相约于春秋冬夏 为你我 相逢是那一沙满 用一生的步伐 去挣扎 去牵挂 终为你 已诺而舍别天下 等沧海 拾尽了千花 与你花 千月下 因为你 此生才不舍繁华 当沧海 与千宽变化 天涯尽出归家 我们再相约于春秋冬夏 天涯尽出归家 天涯尽出归家 天涯尽出归家